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談的這個單元叫做 Krimakowski 的一個Metra 我們有時候稱它叫做QM法 那取這個名字主要是因為 這個方法的這個發明是由 應該是有兩位 兩位手機出來的應該都是LastName 就是一個叫Queen 一個叫Makowski 好 那他們這個方法 主要是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說 我們前面花很多時間去談 怎麼化減 用Bulling Agile的方式 那接著我們就說 那好像 常常不知道什麼是最減 所以我們用KMAP的方法 那Bulling的方法在上一堂課 我們提到說它其實對四個變數比較OK 結果當你變數變成五個 那你看起來就很複雜 人眼就不好看 那這個QM法 Krimakowski 的Metra 就是用來解決我們遇到這樣的一個困境 我們想說有沒有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這個Bulling方法 怎麼樣才是最減的 以及它最減的方式應該長怎麼樣 甚至把所有可能最減的答案都找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這個TOPIC 主要在談的就是說 你要找到最減當然你要先知道 什麼是Pri-implicant 所以你要怎麼決定什麼是Pri-implicant 那我們會介紹有一種方法 是當你把所有的Pri-implicant都 都找到之後我們建議一個叫做 Pri-implicant的chart一個一個圖 或是我們有時候稱他叫Pri-implicant的table 那這個表會讓我們很快速的可以知道說 哪些應該是一生意學的 哪些不是 那怎麼留下來 那接下來再提一個叫做Pri-implicant method 這個 method其實是用在說 當你有那麼多的Pri-implicant的時候 你怎麼選 你只要把所有可能的Minimal solution Minimal form都找出來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應該算是在 Krimakowski的 method裡面的一小部分 那最後一個是說 如果你這個function是一個 Incompletely specified怎麼辦 你這個don't care怎麼辦 你這個方法還適用嗎 你這個QM法 Krimakowski的 method 還適不適用在你有don't care的程序 我們之前也聽過說 如果你的電路裡面有don't care的時候 你要決定說這個don't care該0 或者是1 有時候是很麻煩的 有時候都有3乘1好像也不對 都有3乘0也不對 那何時該有3乘1 什麼時候該有3乘0 在這個Krimakowski的 method裡面 其實它還是可以適用的 它可以幫助我們決定 你如何該assign這些0 這些don't care是0或者1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直接進入這個 這個Krimakowski 到底它是個怎麼樣的方法 它怎麼可以做到 我們所期待的事情 那它這個簡單的 這樣大概overview 一個簡單的描述 它就是一個非常有系統化的 一個simplification的procedure 一個簡化的程序 所以它寫得非常有系統化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有系統化的東西 如果你要叫它用computer 來幫你實現 容不容易 容易啊 computer你們接下來還沒學到 但之後你們學什麼 Algorithm 或是你們在Data 搜尋的時候 多少都知道 或是你寫programming的時候 都學過說 你總是要給它一個演算法 那演算法 如果你能夠描述得出來 它是非常有系統的 那這樣的computer 幫你做 是最簡單的 所以其實你們 已經對這個化解 有一些認訊 知道說化解這件事情 如果它可以很有系統的做 那儘管它是一些routine的 可是人家做很麻煩 可是電腦做其實很容易的 所以它就在告訴各位說 這樣一個化解的過程 你如果怎麼樣 讓它變得很有系統 那有系統的話 那computer 幫你run 就很容易了 所以它的這個method 它會有一些input跟output 它input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給它一堆 min-turn expansion 你就告訴它說 它有哪些min-turn就對了 就像我們講的 summation小m 然後一堆數字給它 那麼它最後就可以告訴你 一個確定是minima的 但它是summable product 它就在sop做功 它不是pos那一種的 是sop 那如果你要得到pos 看起來也不會太難 人家做再做一點的變化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它的整個 iO的部分 input跟output 它希望做到 你給它什麼 它可以保證給你一個minima的summable product 那這樣的一個有系統方法 是不是也侷限在變數很少呢 比如說三個變數 四個變數 那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用canib就好了 還要你做什麼 當然不是 它對於變數很多的時候 它不會像我們上次用人眼這樣看 看五個變數的時候 你canib看到眼都花了 不會 它因為很有系統 所以可能會幫你做 所以它的方法是用在任何變數 不過這個前提就是說 如果你不在乎 你要亂多久的話 如果你很在乎的話 其實變數很多 它還是有它的困難在 好 那它的step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首先你要先把所有的prineplicant找出來 因為我們最後想找到一個minima form 最重要的是 你透過這些prineplicant 然後再去找essential的 然後就決定哪一個是minima的 essential都要放進來 然後如果essential放進來之後 剩你的那些再去看看哪些是 加進來你這個form solution或是minima 那怎麼產生prineplicant呢 它其實用一個很簡單的動作而已 這個如果大家都知道 它就盡可能去把 OK literal盡可能的把它刪掉 那怎麼樣可以刪掉literal呢 就是它只用這個路 就是x&y or上x&y prong x 那這個就是在canemium裡面 兩個相似的概念 相似的概念 相似把它攪拌 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以前的相似的試著編碼 透過編碼 讓相似的都只有一個bit不一樣 那我就從最小開始做 然後再慢慢往上做大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觀念而已 這個觀念而已 OK 那之後有一個掌音呢 fone的過程會用到這個 pipkin的chart 好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step 好 那我們簡單來看看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是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好 那你看有一個function f 如果它長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有canemium 有apc 那現在三個變數把它畫一畫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impicant都找出來 對不對 impicant的意思是什麼 所有可以圈的東西 就叫impicant 反正你是一個兩個 還是最大 impicant先不管 它只要是有一個一的 都是 對不對 所以就圈到四個 那兩個圈的呢 這樣的圈 下面這樣的圈 或這樣的圈 所以通常你的impicant有七個 就像這邊秀的 這邊就有七個impicant 那像是prime的呢 事實上不是那麼多 prime的就是要長到最大 不能再長 所以你的prime impicant 事實上 只剩下現在看到的 這邊有一個 對 然後就是兩個 然後這個 你重上的你先照顧到 至少有一個E 而這個E 只有你這個prime impicant可以照顧 其他沒有 所以顯然 你看得出來 這個用藍色點 幫你pac 這個是一個 Essential 因為它這個E 只有它照顧 那這一個呢 也是一個 Essential 因為它這個E 只有它照顧 那這兩個不是喔 這一個 這個prime impicant 它照顧到兩個E 可是這兩個E 分別 可被它這個照顧 或是分別 剛剛這個照顧 那這樣子 這個就不是一個 Essential的prime impicant 好了 那你現在知道 有了這個之後 你就好吧 我就會先選 Essential對不對 先選了它之後 一左一右 然後再選擇下面這個 哇 做完了 你把所有E都照顧完了 就結束了 那這個就需要再做 不需要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們 很熟悉的一個 做幻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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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幻點的過程